化好了塑膠袋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宝特瓶好了 那宝特瓶给大家的形象通常都是一个长条 长长的一个罐子 那这时候呢同学们 还是很多人会使用这个方块来制作 可是你要知道 宝特瓶的底是圆的 它的整个本体是一个筒状圆形的 所以它的底不可能有这种尖锐的角 所以说如果你直接单纯使用这个方形来做 有些同学可能会这么做 这看起来虽然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看起来就是会比较简略 然后比较呆板一点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虽然我会拿方形 但是我会单纯拿方形来做 再来颜色选择的部分呢 这时候因为有宝特瓶可能是透明色 所以我们就不用像塑胶带一样选个暖色系了 我用个淡蓝色系是可以被接受的 好 那我一样拿个方块把它画出来 那画出这个方块之后 我要做原底怎么办 很多同学做原底很简单 然后就中间这样子把它画起来 这个也是可以 可是呢如果说我要去调整这两个尖角 你看一下如果我这样子画 这两边会有尖角 这对画画的人来讲是有点痛苦的 因为圆形的东西啊 你再怎么转变角度 两边不可能出现像这种柠檬的尖角 所以我也不这么做 可是我要做圆怎么办呢 我就直接给它一个椭圆 好 我直接给它一个椭圆 椭圆然后我们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之后呢 把那个没有拉好的部分呢 我们稍微调整一下 OK 就是做一个椭圆 接上去就好啦 那再来上面怎么办呢 一样吗 我再给它一个椭圆 好了我一个罐子好了 好 如果你今天想要一个饮料罐 比方说是一开罐那种 好 那像这样子同一个颜色 我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通常我们的上底的部分呢 会给它不同的颜色 那不同的颜色 也许我就可以给它更浅一点点的颜色 做出区别 那这个时候就是看需求 需不需要给它一点点的外框效果 让它更明显一点 这是第一个处理方式 那如果说今天它是一个保特瓶的话 它势必会有这个脖子的部分嘛 就是这个上面的那个长长的地方瓶口 好 所以呢我先跟它做一个签力寻除 接下来Ctrl加C Ctrl加V 那瓶口一定也是圆的啊 我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接上去 好啦 那就得到一个罐子了 那这个罐子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罐口宽一点啊 可能就是可以当成保特瓶啊 那如果说保特瓶这样子的形象 其实是不够明确的 因为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消毒水的罐子 那保特瓶不是会有这个旁边的锯齿条纹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要请出我们的白笔 就是橡皮擦先生 那橡皮擦先生你要根据你的需求来做调整喔 因为它那个条纹不见得会那么的明显 所以呢你的大小就要稍微适度一点 然后我们在这边跟它点一下点一下 然后点一下点一下 然后点一下点一下 好了 这简单的罐子就好啦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透明宝特瓶或者是罐子的画法 对了 还有瓶盖怎么办呢 瓶盖再Ctrl C Ctrl V 然后马接上去 要瓶盖是吗 给你个瓶盖 然后给它个颜色啦 什么颜色好呢 随便啦 大概是像这个样子 我就得到了一个宝特瓶 或者是一个罐子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